4月30号台电举行9任员工表彰大会 表扬为公司服务建满35到45年的资深同仁 并颁发今年度技能竞赛优胜人员奖项 以及104年度积极推动劳资和谐措施的特有单位 台电黄董事长也清零现场颁奖 表达祝贺之意 第一位收入住指甲农药发点处的陈助长 台电公司成立于民国35年5月1号 因为有前辈们的默默耕耘 才能在无数风雨挑战中依然一礼不遥至今70个年头 因此每年除了欢庆台电生日 也借此机会表扬为公司付出青春岁月的就任员工 感谢他们多年来经手感慰5月5会的新来贡献 累积了多年的实力 其实是令我们公司同仁 还有社会大家亲辈跟尊敬 有各位那么多年替公司打拼的 我相信台湾电力公司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希望 而且能够永续经营的公司 近年来台电面临大量退休潮 员工平均年龄不断攀升 在感念这群台电老前辈们的付出之余 如何让他们多年的经营累积永续传承下去 也成了台电当前刻不容缓的课题了 台电公司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